他持有的這個所謂的新加坡儲蓄銀行的水單 用這樣的方式來騙了我的當事的美好公司 誰知這樣的手法一騙再騙 總共炸機有多少錢 他總共這個部分裡面 單是我們的美好公司那邊詐騙了八十來萬 張信導演那邊詐騙了八十五萬 但是搬家公司那邊又詐騙了將近十萬 所以還有一些潛在的攝影師、裝法師一大堆人都被騙 但是因為他們那些人有些他們是認為是勞務損失 所以他們有些部分他們基於這個以後的關係 他們可能不方便出面 那這個過程中我們認為可能還有一些人 我們不知道 或許經由各位媒體曝光之後 會有更多的人出面來揭發他們這些行為 那他是不是會申請他擴強或什麼會有影響 基本上來講我們針對的是他的刑事犯罪行為 我們認為他這樣的一個行為 基本上已經不是單純的一個所謂的債務問題 那這種東西基本上是一種犯罪行為 所以現在都找不到他 他現在人在台灣很逍遙自在 那四處的打卡四處的看演唱會 我想這個他應該也在看新聞吧 你是說在網路上還臉書什麼 還可以看到他的郵寄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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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住處確實在台灣這個沒問題 人也還沒出境 我們誠摯地呼籲鄧雅天出面 否則即將你將會因此而在台灣而限於牢獄之災